各位好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 讲道这个题目 有一位牧师在台上讲道 听众的反应不太好 甚至有一位老先生悠然入睡 为了引起注意 牧师就说 现在要去天堂的人站起来 大家陆陆续续都站起来 只剩下那个老先生还在睡觉 等到大家都坐下来的时候 牧师突然又大声喊着说 现在要去地狱的人站着 老先生一下醒过来了 看着别人都刚坐下来 搞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就站起来 牧师说 你知道要去哪里吗 老先生回答说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看样子 只有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咯 讲道是基督教最古老的传统 在旧约时代 他在先知们就向百姓讲道 借着言语向人发表上帝的信息 到了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仍然用讲道的方式来传递福音 使徒时代的教会 使徒时代的教会 每个主日都是圣徒聚集在一起 读神的话 然后聆听长老的讲道 在播饼纪念族 两千年来 教会仍然沿用这个传统 用讲道的方式来传播神的话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资讯充斥 多元媒体的时代 教会为何还要应习这种古老 单向式的讲道方式 这样怎能够吸引人来到教会呢 的确 要和电视电脑的媒体来竞争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电视开播了已经五六十年 教会仍然在讲道 信徒还是在主日的早晨去参加崇拜 可见得讲道还是有它特别的地方 首先 讲道是上帝借着信息来回答每个人的问题 往往一篇道讲下来 听众的反应都不一样 有些人听尽了这句话 有的人得到了那句话 但道是一样耳朵听的却不一样 乃是圣灵向人内心引发的感动不同 其次 讲道还是双向 只是讲道的人 把听众的问题先想到了 包含在他的信息中 要是有问题 圣灵就会自然地感动人去明白 当然也可以找机会去问讲人 第三 在专心听道的过程中 只要思想是敞开的 就容易受到鼓舞跟指正 孩子需要父母的指导 但是当成人之后 就再没有人能够指正他了 可是常常听到的人 自然会在生活中得到教证 有人嘲笑 讲道是一个低能者 对龙子荒谬的独白 他们是不明白 教会中的讲道 其实还是维系美国道德 最重要的工具 愿神帮助我们的教会 谢谢